官富鄉泰巴朗和馬伯部落擴大養牛廠抗爭行動 7號上午有擺佈的車輛將近200多位的族人 直接到養牛廠指 以一人一石堆置在養牛廠進出口封路來抗議 帶頭的南馬好牧師他痛斥縣政府公權力不章 高喊著養牛廠滾蛋現場下台 並且率領著30多位部落青年 衝撞養牛廠大門場面一度緊張 拒絕養牛廠進出部落 上百位部落族人一人拿着一顆石頭堆置封閉養牛廠的進出口 同時在總頭目楊德勝的代理下 從腰際拔出了勇士刀 大聲幾乎要求養牛廠滾出部落 警方在一旁严正以待 現場抗議的族人 揮舞勇士刀點燃傳統竹炮 傳達堅決反對養牛廠的決心 另外那麼好牧師也痛斥縣政府公權力不章 高喊養牛廠滾蛋 縣長下台 縣長一度緊張 現政府的公權力不章 他竟然沒有辦法阻止養牛廠 幫我們家園幫我們主權 我們要台胖狼乾乾淨淨 我們換你一下乾乾淨淨 吹了第一個要幫我們的養牛廠滾出好不好 好 現場抗議的民眾情緒激動 30多位部落青年更是直接撞開了養牛廠公區大門 遭警方制止現場一片混亂 宣布業者廖先生合法向現政府申請獲准 在泰巴朗與馬佛部落間的這塊農地 新設養牛廠 部落族人擔憂養牛廠產生空氣水污染 衝擊部落生活生產生態環境 幾次向現政府理性陳情 提出部落禁止設置養牛廠的訴求 卻都得不到正面回應 因此今天發動激烈抗爭 部落這邊有結議 要求一個禮拜以內回文給部落 你要不要回應所有的部落的要求 如果不回應部落的要求是 我們所有的部落連同台北市所有的青年 再一次到現政府來抗議 我們到現政府抗議只有一個 因為現政府前例不葬 所以要求縣長下台 部落七次的柔性陳情訴求 現政府以及樹木業者不理不睬 令部落族人心寒發怒 並且要求現政府儘速在一週內做出決議 否則不排除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 捍衛部落主權 守護部落環境 記者是玉蘭光復採訪報導